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句是上乏不明 是非颠倒 柱子里面做得非常好 我们要常常读 常常把它记住 赏之为道 从得报功 朝廷集圈人心之大点 不以吉 而吉之约非颠 不以不应该 不应该赏的 你赏它 这要非意 意就是应当的 这个是不明 是非 是不尊重法律 这个行为 确定是 振扎 自私自利 社会上 自古至今 我们看到 许许多多 就是要借党 淫私 破坏国家的体制 就是扰乱社会 损害善良的百姓 都是这些人做出来的 幕后他这个两句话 说得非常好 举往挫止 罪甘天怒 这个话说的是真话 可是世间人听到 以为这是迷信 古时候 圣人 虽然对这个事情不成熟 子不与怪力神乱 父子 对天道 讲得不多 但不是没有讲 而中国人 对天地鬼神 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 知道的很多 我们在古迹里头 几乎处处都能够见到 但是圣人 对于这些事情 不提倡 不提倡 有不提倡的道理在 希望把我们的智慧 知识水平 更向上提示 天地鬼神 这些四 是今人 只知知其当然 而不知其所有 佛在经论里面 将所以然的道理 说得清楚 说得明白 说得透彻 这是佛经不口不读 我也有真正彻底 明白了 你才在念头上 做一个大转变 佛法 教人 从初发心 一直到如来地 修学的总纲林 总原则 就是经纲经上所说的 应无所诸 二生其心 中门六族惠能大师 就在这一句开悟 这一句经文 跟末后佛说的 立一切相 修一切善 是一个意思 应无所诸 就是立一切相 二生其心 二生其心 就是修一切善 可以说 后面这两句 就是前面两句的诸解 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 跟一切凡夫不同的地方 凡夫是拙相 修一切善 所以古报有信 绝对不出你所诸的 九法界 这都叫众生 九界众生 分别执着 有广下 浅身 不相同 执着 执着 很狭义 执着 很深固 这个佛报就很小很小 修在大地上 所得的佛都很小 为什么呢 你的分别执着 就是画了个圈圈 在来 不会超过这个圈圈 九法界 越往上面去 分别执着的念头 越淡 所以他的心量也就大 他所修的善得福也大 完全与心量成正比例 如来国地上 妄想分别执着 写得干干净净 所以一丝毫的善 他得的福都是尽虚空变法界 圆满的 佛这样教导我们 这些是四世真相 我们为什么不肯修 还是斤斤计较 念念不肯放下 不但名利放下 爱欲放下 我们常听佛家讲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放下不是没事了 放下之后 要为一切众生 服务 修一切善 利益一切众生 利益还讲究饶益 用现在的话来说 最大的利益 最圆满的利益 最究竟的利益 才叫饶益 其心动念 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广大众生 为一切众生 绝对没有为自己的念头 为自己 自己还没有方向 这是佛与众生 不同的地方 我们发心学佛 要想做佛 做佛就得要破四相 四相是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就是祖师大德常讲的 身心世界 我想是指自己的身心 身体 这四大 猴祸 这是我相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这是意识 在作祟 凡夫把它当作 形象 佛法里面讲 这是妄心 不是真心 这是讲身心 身心之外 就是世界了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里呢 从空间上看 有人相 反而是与自己对立的 是人相 除了人相 除了人相之外 众生相 众生相就包括 今天讲的植物矿 乃至于自然现象 凡是众生相 都叫众生相 那么由此可知 人相 是我们 一报里面 有情众生 众生相 众生相 是我们 一报当中 无情的众生 今天讲的植物矿 自然现象 幕后受这相 是将世界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些 统统就是从 妄想分别 执着里面 变现出来 不是事实 所以福才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那个相 就是这四相 这个四相 把虚空伐界 所有一切现象 通通包括尽 凡所有相 就是指这些 统统是虚妄 没有一样 是真实的 你什么时候 能把四十真相 看清楚 这是大学 学问 你把这四相放下 不再执着它 真功夫 从这个地方生心 生什么心 上求佛道 下花众生 生这个心 这个就是 行一切善 是真善 里面 里面丝毫 邪恶 都没有 什么是邪呢 违背四十真相的 就叫做邪 换一句话说 你还有四相的念头 这个念头是邪念 邪念 所产生的行为 所产生的行为 我做 这是我 这一桩诗 只有佛才能说得出来 世界人 世界人 天人 乃至于 摄法界里面 神文菩萨 都说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四相 没有写进 所以他 四身法界里面的 众生 他们跟我们比较 那是放下太多了 不究竟 不彻底 佛经里面常讲 我知 随我 法知 有存 这个就是放的不彻底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职者是没有了 完全放下了 分别还有啊 妄想未尽 所以他也有个范围 摄法界 他们所修的善 绝不出摄法界 六道凡夫里面 所修一切善 也决定出不了六道 六道里面 还有三切 我们要记住 欲没有断 欲是欲望 对于明文利亚 五欲六成的贪念 这个心 没有断 出不了欲界 以俗修的一切善法 在哪里想呢 在欲界想 如果你把这个爱欲 事与断掉了 修一切善 依旧着相 这个果报 可能在色界天 在无色界天 出不了三级 脱不了轮回 这不是很明显地说出 你修再大的善 你得的福 是有限的 学佛的同修 要明白这些道理 要记住佛的教诲 要认真 努力去学习 大臣 确实 是方便门 古人讲的没错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不像小臣 小臣一定要破自己的摸直 很不容易 非常困难 大臣用的方法巧妙 把这个念头换过来 转过来 一个时候 念念为自己 学悟之后 念念为众生 自己没有身 也没有命了 身是谁的呢 身是一切众生的 命也是一切众生的 只有一个念头 为一切众生服务 服务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帮助众生就 我们在般若经上看到 其实 任何大臣经都不例外 只不过是般若经上 讲的明显 释迦牟尼佛在世 你看他在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都是帮助一切众生 穿衣吃饭 金刚经 大家念得很熟 佛每一天 做衣吃伯 入摄位大臣 去试 那是什么 那是究竟圆满的佛法 我们凡夫促心大意 没看出来 虚佛提尊者 他看出来了 他明白了 设方三十 一切祝福 为众生所设 无量的佛法 都在穿衣吃饭上 表现无疑 越远越漫漫 当然 只有看出来的人 会学了 他也就学会了 我们要想学 看都没有看出来 到哪里去学 那我们要问 虚佛提到底看出什么 苗头来的 虚佛提看出来 就是看出无助身心 所以不断地赞叹 西游是尊 身心 日常生活 跟大家完全一样 没两样 众生身心 众生身心就住 什么是住呢 妄想是住 分别是住 持着是住 好住得可劳了 那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现 无助 这个希望 我们从真的体会 你就学会了 你就知道该怎么生活 该怎么做人 这个是大圆满 大自在 真正幸福 没有圆满的智慧 你就不能辨别是非厉害 你去制法 上法就不公平 就造无量无边罪业 明了之后 无论在什么岗位 都是行菩萨道 都是修集无量无边功德 虚佛提看到之后 也赞叹西游啊 这个地方讲宰观啊 西游宰观啊 跟世尊没两样 这是我们要体会 要学习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这里 以上 Willy 蒸馆 Tod